来到位在永乐市场对面的大道城游客中心 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大大的迪化街手绘地图 架子上还提供各种旅游简介 方便民众了解台北市各地景点 二楼则是规划了三座复古场景 客安中药行 春生吃茶店 以及菊园制装所 由于大道城是北台湾中药行与南北货籍散地 早年更是茶叶贸易的重要港口 加上永乐市场及周边是著名的布业批发市集 民众来到这里除了可以了解大道城产业历史 感受浓浓的怀旧风情 还可以上网预约 免费租借旗袍和长袍马挂等服饰 游客中心还贴心地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配件 就连小孩子的造型服饰也都以应俱全 还有梳妆台和更衣室 让游客在舒适的环境中好好打扮一番 走上三楼左边的道江工学校 目前规划成特展空间 对面的永乐灯院更是让人惊呼连连 上百盏灯笼营造出华丽梦幻的场景 置身其中犹如穿越时光隧道 来到百年前繁华兴盛的大道城 下回来迪化街记得到游客中心 感受迷人魅力的大道城风华 公民记者陈怡如台北报导